大家好,我是小鹅 今天分享一下加常烙饼 很多烙饼,又干又硬,不分层,不好吃 今天将你详细做法 柔软千层,放凉也不硬 这是300克普通面粉 加上3克盐,增加筋性 搅拌均匀之后,一分为二 一半用100克开水烫成面絮 这样口感更柔软,放凉也不硬 另外一半用90克凉水搅成面絮 这样饼子又会有一定的筋性 搅成面絮之后再揉成面团 这个面团是偏软状态 我们尽力揉,揉不光滑也没关系 盖上盖,饧面40分钟 现在调油酥 一勺面粉,少许椒盐粉 两勺熟油 调成酸奶状,可以流动的吸油酥 按板上盘上一层薄油 饧好的面团一定不要揉 我们直接给它分成两等份 放在案板上,先按按扁 然后擀成稍微厚一些的圆形面片 这里这个饼,我们要擀得稍微厚一些 做出来的层次才会更加的丰富 上面抹上一层油酥 用刮板刮出一厘米的空白 再切成一刀 现在沿着边缘紧紧地给它卷起来 圆心处保湿不动 卷好之后拿在手心 把边缘捏合 底部也捏严实 顶部的收口处也捏一捏 全部捏严实 这样不漏气,饼子更容易鼓起来 做好之后,从第一个饼开始擀 从中间向四周擀 把它擀薄擀开 在用擀面杂调起来 放入锅中 锅要提前预热 再刷一层薄油 饼子尽快整理一下形状 上面再盘一层油锁水 口感更柔软 盖上盖子,一定要大火烙 大火烙饼子会更加柔软好吃 大概一分钟,饼子鼓起来 这个时候饼子其实就已经熟透了 我们再给它烙一烙 烙到两面金黄 这样口感更酥脆,更好吃 简单与好吃的家常烙饼就做好了 希望大家收藏起来试试吧